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 二节三节 你们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艳乐中 不信靠神 不向他祈求 就得不着 因为神要我们学习 从祈求中认识 我们的贫穷和他的丰富 我们的一无所有和他的样样都有 神要我们学习祈求 但是当我们求得不对的时候 求也得不着 因为你忘求 神不随经 我们就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大卫的儿子 亚多尼亚的一个祈求 这个亚多尼亚呢 就是照顺位来讲 亚多尼亚应该可以做王的 但是大卫想要立所罗门做王 那么亚多尼亚呢 就不管父亲的意思是什么 自己要做王 那么 后来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那当索罗门做王 那当索罗门做王以后 亚多尼亚就应该韬光养晦一点 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念头 给他自己找麻烦 但是他也给自己找的麻烦 在大卫晚年的时候 圣经上是这样记载 晚年的时候 大卫手脚都冷 那么盖被子还是不会暖 以色列就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叫亚比萨陪这个大卫睡 那当大卫死了以后 亚多尼亚就看上他 亚多尼亚就想要 但他怎么去要呢 他跟索罗门不算是友善的 他就找索罗门的妈妈拔石拔去 他说求你请索罗门王 将书念女子亚比萨赐我为妻 白斯巴听到这样的话 应该怎么说呢 这我不能做啊 这个是宫廷的事情 我最好不要摄入 白斯巴不应该答应我 这不是一个好的求 那但是白斯巴实在是非常的蠢 他居然就去索罗门那里讲了 你哥哥想要拜托我求你一件事 他希望你把雅比萨赐他为妻 本来拔士巴是所罗门的妈妈 那么所罗门对他也应该有点恭敬 也很客气 但是拔士巴做了一个最愚蠢的代求 带人家来求 这是一件愚蠢的事 你不要帮这个忙 这不只是我们做人的道理 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祈求一个重要的地方 约翰曾经说 如果有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 你为他祷告 如果犯了至于死的罪 约翰说我不说当为他祷告 就是我们当然都为人祷告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的确 神自己有制止别人祷告的时候 神对约翰米这样说 就是以色列人呢 一直犯罪一直犯罪 所以你不要再为这些名向我求 就是有沙穆尔和摩西站在我面前 我也不听了 沙穆尔和摩西是两个很有名的代祷子 就是替别人求 上帝说他们两个来 我也不听了 索罗门听到亚东尼亚这样的求 就说他是自己受命了 他怎么可以求这种事呢 他想做王啊 就叫部下把他杀了 一个错误的祈求 一个出自贪婪野心 不智慧的祈求 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 求也得不着因为你忘求 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这里 你说那我还是不要求了 忘求了 我建议你跟神祷告 总是比不跟神祷告要对一些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愿意跟神交通 即使我们的内容不一定对 措辞不一定对 但是愿意跟神谈 这就是件很好的开始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亚多尼亚求亚比萨 是一个错误的动机 拔十八帮他去求 是一个错误的代求 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他面前 尝存一个善良 谨守的心 第二个坏的求的例子 马可福音第六章记载 希罗底的女儿 求施洗约翰的头这件事情 马可福音六章十七节 希律取希罗底为妻 施洗约翰就很有先知的做工 你娶你兄弟的妻子 你兄弟还活着 这是错误的 不合理的 于是希罗底就怀恨施洗约翰 想要杀他 但是他没有办法杀 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 是圣人 所以呢 敬畏他 保护他 听他讲论 就多照着行 且乐意听他 那个多照着行 又古卷说 犹豫不定 就是心怀而已 心怀而已的人 不要想从神那里得赏 犹豫不定 你不能一直犹豫不定 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跟踪谁 你要听谁 你要爱谁 你要投靠谁 希律一直犹豫不定 有一天悲剧就来了 二十一节 希律的生日 西罗底的女儿 进来跳舞 使希律和同西的人都欢喜 王对女子说 你随意向我求什么 我必给你 又对她启示说 随你向我求什么 就是我国的一半 我也必给你 这个女孩子 她不知道应该向希律求什么 她就去问她妈妈 她说我可以要什么 她妈妈 给她一个错误的建议 这你可以看到 西罗底对施洗约翰的恨 就跟世人恨耶稣一样 因为我指出他们错了 他们就恨我 这个世界也会因此恨你们 我们把真理讲出来 人也许就恨我们 她妈妈听到想都不想 施洗约翰的头 我要施洗约翰的头 二十五节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 对他说 我愿王律使把施洗约翰的头 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就胜忧愁 但因他所起的事 又因同袭的人 就不肯推辞 你从这个话 可以看到同袭的人 使西律不能不做这个恶事 不能推辞 护卫兵就去在尖里斩了约翰 把头放在盘子里 拿来给女子 女子就给他女亲 好了 有人说了错误的话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然后就有人要错了 坏的求坏的应许 各位我们追求 我们渴慕什么东西 我们求主让他是在主的心愿当中的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我们人都有这个弱点 我们很狂热 积极主动追求的东西 常常不好 暴饮暴死是一个坏习惯 但我们做得很痛快 节制饮食 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们很难做到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精神的骄傲 吃喝嫖赌 这些都会带来一些最终之乐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收敛 这两个是不好的求 求主帮助我们 在求 在得 在用 在想的时候 不要上门毁得到 一个好的求 好的祈求 我们要讲的是以示天 我们在这个世上 弟兄姐妹 我们好像 耶稣说的 他猜浅我们到这个世界 好像把羊 猜到狼群当中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 有办法 在狼群当中生活 羊怎么在狼群中生活呢 耶稣说 你要寻粮像鸽子 灵巧像蛇 我们没有那个力量 我们只有求主 给我们聪明智慧 而且是恰当的 以示天记就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上帝 后来亡国了 活得很不安 那这不安呢 就要学习靠主 靠主不是懒惰的 靠主需要有智慧 灵巧像蛇 甚至能够想到 早一点布局 波斯那个时候 亚哈水鲁王 统治整个的帝国 这个帝国里面 有好多的本种 因为波斯征服了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犹太人一直在危险当中 有人就是恨犹太人 就像圣经上说 他们无故的恨 只因为你是犹太人就恨你 就要杀掉你 这个犹太人莫迪改 他就觉得很危险 犹太人很危险 要能够脱离这危险 需要有智慧的来 安排人脉在那边 你知道以色列很优秀的地方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是他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 保罗的情报也很好 大卫的情报也很好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些 未雨筹谋的准备 莫迪改知道波斯皇宫里 需要有一个有力的人 帮以色列人 看以实贴记的写法 实贴是被莫迪改送到宫里去 然后告诉他 你去宫里面 千万不可以透露你犹太人的身份 就是莫迪改 把一个以色列的漂亮的女孩子 送到宫里去 当然这还是要看神的怜悯 那么多人是候选人 以色列人真的被选成王后 被选成王后 注意这还是一个防范未然的事 现在还没有什么事发生 整个的冲突是莫迪改挑起的 莫迪改对王前面的红人 哈曼不跪不败 大家都在跪拜 莫迪改不跪不败 各位对活人 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跪拜的 大卫啊 对扫罗都可以跪拜的 对活人我们是可以的 所以莫迪改没有必要 要挑起这个纠分 他为什么要挑起 我以前觉得莫迪改真的是一个赌徒啊 他挑起来然后靠以色帖来得胜 后来想 他做是对的 因为莫迪改觉得那一片 要伤害以色人的乌云 已经越来越大了 他要赶快动手跟仇敌 主动的冲突 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 不跪不败呢 因为 后来我们也知道 以十天 已经三十天 没有蒙召了 他知道 这三十天没有蒙召 很可能是以色列已经失宠了 然后圣经上讲 第二次召处女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第二次召处女 为什么会有第二次 以色列是第一次召处女的时候 被选上皇后 为什么会有第二次 显然皇帝对王后不太满意 才会再招住你 所以莫迪改觉得需要出手 他就对哈曼 显出不服从的样式 哈曼就恨得要死 那哈曼下面的举动 就让人看 知道莫迪改 真是很有先见之明 哈曼要杀莫迪改 觉得杀莫迪改还不够 要消灭犹太人 他就跟王讲 王啊 国内有一群人 不跟别人来往 留在国内 没有艺术 你下个命令把他们杀光 我捐多少钱财给你 你听到这样的建议 你会说什么 你最少会说 请问是哪一种名 哪一族啊 哪一族的名要消灭 王连问都不问 就说好 你说糊涂不糊涂 或者说哈曼权力大或不大 很大 幸好他们还有点迷信 他们抽签 要在什么时候杀犹太人 他们是一月抽签的 抽出来是十二月 如果抽出来是二月要杀 犹太人的准备时间就太少了 十二月要杀 犹太人还有点机会准备 莫迪凯就要求以色帖出手 你去跟王讲 我们犹太人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请他去 高抬贵手 以色帖面有难色 我已经三十天不蒙招了 波斯的规定 没有蒙招 你擅自进去 见王会猝死的 我想这是防止刺客的 各位一个丈夫 三十天不跟妻子在一起 这是不祥的预兆 他能够进去吗 以色列说 为他进食 圣经没有讲祷告 但是一定是有祷告 他进去 那么以色列进去 王的心情很好 也说了这句话 王后以色列 你要什么 你求什么 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 你是以色列 你怎么说 我的同胞好可怜 要被住死了 请你拯救他们等等 以色列没有说出来 王后以色列 你要什么 以色列说 王若以为美 请王带着哈曼 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 掉胃口 不跟你讲 王就很高兴 吃饭的时候再问一次 你要什么 国的一半也给你 以色列说 我有要的东西 不过 现在不告诉你 明天再来我这里吃饭 也带着哈曼吃饭 明天我会讲 两次不讲 因为他三十天没有蒙招 现在要有一个很大的要求 请王废掉他原来那个招 不太敢讲 不太有把握 明天我再请你们吃一顿饭 那个时候跟你讲 各位 一个晚上能发生什么事啊 那天晚上 就是以色列记里面的重要的晚上 那天晚上 王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他们就看历史书 历史书看到 若干年前 犹太人莫迪改 曾经救过王的命 而没有得到任何赏赐 各位 人生不是都这么巧合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该得赏的时候 没有得赏 有的时候 这个人该受罚的时候 没有受罚 主一定有他的美意 王那天睡不着觉 看了历史书上这段记载 就很稀奇说 莫迪改做这个事 有没有受什么赏啊 没有 就在那一个晚上 王被提醒要赏莫迪改 然后莫迪改就得到最大的尊荣 这个让全波斯帝国知道一件事 王现在眼前的红人是 一个犹太人 莫迪改 但这还没有解决问题哦 到第二顿犯的时候 王说 以色帝你有什么要求的 这个时候 以色帝讲出来 讲出来 哈曼的坏 和犹太人的乌辜 在神的帮助之下 哈曼就被吊死 哈曼被吊死 他的钱财都交给了以色帝 这没有解决问题 因为那命令还在 那个玉纸上面盖了印度 不能废的 亚哈水鲁王 发另外一个圣子 就是犹太人在那天可以抗拒 就是犹太人在那天可以抵抗反抗 原来命令应该是对全国说 我们都很讨厌犹太人 你们那天就尽量杀吧 现在的命令是 犹太人可以自卫 而犹太人因为 莫迪改的被高升 在全国的力量士气都很大 得到了胜利 这个以色帝的球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以色列要求王 要在王心情最好的时候求 亚哈尔王向大卫王求 也是在大卫王心情最好的时候 各位 我们要向神求 我们要向神求任何东西 我们要什么时候求呢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 要在耶和华跟我们相近 心情好的时候求他 那这是什么时候 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 就是我遵循的律法 遵守上帝的命令典章 那个时候可以求 你错了 你不要说刚刚忙完了一个服事 功劳很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神应该被我感动了 不过律法是惹动愤怒 你不是在守了律法以后 向神求 我们要什么时候求告他 有信心的时候 只要你有信心 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神相近的时候 你们今日若有信心 就不可惹他的怒气 什么时候是我们求的时候 有信心的时候 各位求告神 亲近神 爱神 信靠神 什么时候最恰当 现在 就是现在 看啊 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 看啊 现在就是愿纳的时候 你带着信心到神面前 就是神最喜悦的时候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我们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随时带着信心 因着神的话 因着圣灵的工作 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 使我们产生对他的信心 大大的张口向他求 主就喜悦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求主帮助 主 人有求错的时候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没有那种明知故犯的祈求 帮助我们 知道这件事 绝对不可以做的事 不讨主的喜悦 我们不要求主 为我们开立灯 因为这惹你的怒气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一切的事上 认识你的善良 慈爱 知道你是慈爱 善良的天父 我们就大胆地开口向你求 像所罗门求上的一样 知道主 慈悲 这些怜悯信实可靠 我乃是建立在对你的信心 对你的能力的认识上 我向你求 大大的张口 你去垂听 给我们充满 谢谢主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